人生苦短,不必愁眉苦脸,愁眉苦脸就是浪费时间,折腾情绪,折腾情绪也是折腾生命。 打众马曾说过,人生是一串由无数个小烦恼组成的念珠,打官的人是笑着,是玩着穿念珠的。 不言而喻,悲观的人是愁眉苦脸,是玩着穿念珠的。 的确,人的异生不会一帆风顺,总有这样那样的磨难和挫折伴随一生,有人饶不过磨难和挫折选沉沦至今生。 但也有人在眼镜中和命运抗争,从而走出了人生底谷,走向了光明和辉煌。 人,应当导致重数不惊,看亭前花开花落,望天上云卷云梳,放飞心情,笑对人生,让人生一路歌声一路湿。 有人不是说,人生至少还有失和远方,为了这个失和远方,我们也应该放飞心情,笑对人生。 也许有人认为,只是站着说话遥不痛,可是,仔细想想,愁眉苦脸能解决什么问题,现实生活中,只有乐观的人,思想开阔活跃的人,才能做到是非成本兜夫笑谈中。 悲观者,放不下就拿不起,一件小事也会酿成一场心事,从而使自己终身郁郁寡欢,放飞心情,就是陶渊明踩着东离下,悠然见南山的甜蜇心态,就是苏氏谭笑街,强路灰飞烟灭,的从容气度,也许我们谁也没有陶渊明的甜蜇心态,没有苏氏的从容气度。 让我们拥有一个和陶渊明与苏氏一样的世界,这个世界足以让我们的心灵自由饶降,让我们的笑声朗朗,人生的路曲折而又又迷离,有时是万里晴空,鸟语花香,有时是乌云密布,荒无苍凉,可是,我们总不能在晴空万里的岁月系码游家,在荒无苍凉的日子果足不前,肯定不能,人生是短暂的, 我们谁不想在这短短的一生中表现自己的价值,证明自己的价值,让社会认可自己。 放飞心情,笑对人生,是一种处事心态,更是一个人应对人世沧桑的智慧。 那些愁眉苦脸不断发牢骚的人,那些自以为看破红尘,的人没有这样的心态,也没有这样的智慧,他们一旦遇到不公和不幸,就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倒霉和最不幸的人,只知道怨天尤人。 不知道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,而那些乐观向上,信心满满的人才会淋漓尽致,得把生命的价值渲染到永恒。 人,虽然不能各个做到,行到水穷处,做看运气时但能做到准确给自己定位,不固执,不迷失,面对大千世界,以更开阔的视野,给自己寻找一个轻松的生存环境,让自己的心灵充满失意,让自己的人生旅程,永远处在新周一过万重山的意境之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